动物世界李易峰大男主演技炸裂!这次没话说了! 动物世界李易峰大男主演技炸裂!这次没话说了! 昨天去影院看了《动物世界》的电影,虽然已经被这部电影的宣传物料轰炸得有些疲惫了,但不得不说,和我预想的故事还是不一样,剧情精彩得出乎意料,这个故事真的太牛逼了! 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在吉利的竞争中,除了胜出,我们还要追求什么?坚守什么?全片两个多小时,完全被剧情抓进去! 有充满感官刺激的武打戏,追车戏,也有让人动容的情感线,剧本非常完整,而且缜密,丝丝相扣,反转不断,引人入胜,观众有很强的代入感。 关于剧情就不多说了,剧透太多就没意思了。 特别想说一下这部影片的视效,真的太棒了!全片的特效非常震撼,再加上3D效果的配合,给观众一种冰真到身临其境的感觉。 新册这个视针3D,不是简单转下片前的那种。 而且3D特效和剧情的贴合度很高,不为炫气,只为剧情服务,毫无为可感,是故事中烧脑的部分更易于理解。 回来查了下才知道,特效用的是好莱坞魔兽,阿凡达,魔界的制作团队,这么好的故事配这么好的视觉团队,绝杀。 说实话,这部片子一副流量电影的脉象,演员阵容,李一峰,周冬雨,主题曲由李宇春演唱。 李一峰,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 李一峰 周冬雨,周冬雨,周冬雨。 周冬雨,周冬雨。 周冬雨。 但如今的华语电影市场已不如几年前了,观众都不傻,仅靠流量明星带票房,那是真的带不动了。 影片的高质量,好口碑,才是王道 李一峰近几年,确实有在专心打磨演技 从老炮里面一个打酱油的角色,到心理最终和影帝标戏 这次在《动物世界》中,李一峰饰演的郑开斯是一个大男主的角色 表演发挥的空间很大,他也没有掉印子 路人表示,这个角色他演绎得很好,从外到内,有血有肉 此时喜欢郑开斯超过李一峰 另外,在这部影片中,他的台词功力太牛了 连他旁白的声音都很有戏,被圈粉on the way 周冬宇更不用说了,金马影后加持,演技没得说 他的表演自成一派,很自然又很有灵性 虽然在这部影片中戏份不多,但作为情感线的关键人物,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角色,片中的表演很有看点 本片的导演是曾经知道过《滚蛋吧》 中流军的寒言,《动物世界》是这位80后新锐导演自编自导的最新立作 看完这部影片让我想起了不久前上映的另一部电影《幕后玩家》 也是一部由80后导演任彭源自编自导的类型片 从故事的角度来说,这两部影片我都非常喜欢,情节设置巧妙,剧情都相当精彩 能看得出来国内新一代80后导演的创作才华和对鱼类型片的驾驭能力 但《动物世界》在演员阵容和市校上都更胜一筹 相信在票房上的表现也会更好,当然预算上肯定也不在一个量级 昨天看完电影《走出影院》,天已经黑了,脑子还在不停地回想《动物世界》中的情节 也许等6月29日电影上映后,看完电影《走出影院》的你,也会和我一样 思绪久久不能平复,感觉明白些什么,又在思考些什么 这些可能就是导演想表达的吧,出了一个好故事之外给你的另一个收获